自古以来战争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尤斯克兼粮食对军队的重要性 在军队中伙食的豪坏往往对士兵的精神起到很大的作用 许多年轻的新兵在入伍之后 每天都要进行艰苦的训练 也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虽然当兵是辛苦的 但是部队的伙食是非常好的 炊事般为大家准备的伙食有荤有素 营养均衡搭配十分合理 士兵们一顿就能吃上四五晚饭 部队中最常见的菜谱中包括六菜一汤 其中有干烧鸡鱼 土豆烧鸡块 醋溜土豆丝 麻婆豆腐 莴笋肉片 速炒油菜以及三鲜汤 这样配上香喷喷的米饭 实在是让人胃口大开 而且还有饭后水果可以提供 部队的伙食如此之好 那么最受士兵们欢迎的菜是什么呢 即使不是家常菜 而是最普通的泡面 据一名老兵回忆 士兵训练到深夜和战友坐在一起吃泡面 配上一根火腿肠 以及一瓶冰红茶 对士兵来说就是最好的大餐了 还有士兵们给战友庆祝生日 都是用泡面来代替长寿面的 想来这也是一种情怀 几乎每一个士兵都对泡面有着独特的情感 士兵每天的训练任务都很重 而部队食堂又是每天定点开放 每当士兵需要额外的补解时 泡面就是不二选择了 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将舒缓所有的疲劳 另外在野外训练都是用泡面食 泡面食用简单且方便携带 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虽然春世般的伙食能让人食欲大增 但是最令军人难忘的还是那些一直陪伴军人的泡面 因为它承载着他们军旅生涯的记忆